文明全世界的小绿人形容号制 目前除了在全台湾普遍的设置使用之外 在美国、德国还有日本等国家也陆续引进 其实小绿人的形容号制 是由台北市交通局在1999年3月研发诞生 利用视觉占流的特性 产生小绿人走动或是快跑的动画 而如今小绿人的诞生地 松之路与松寿路口 就设立了一个中英文的双鱼解说牌 并且提供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行人在通过十字路口时 都会不时地观看交通号制上的小绿人 如果他悠闲地慢走 就可以正常地速度通行 如果小绿人开始跑步了 就得跟着加快速度 而小绿人形容号制的发明 其实是1999年由交通局研发诞生 并且已经使用了15年 获得民众的称赞与好评 到现在也已经15年了 那所以我们今年在这个路口 那我们也做一个解说 解说的一个牌面 那民众可以了解整个小绿人 他是怎么来运作的 那他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那这个解说牌面呢 我们是用一个中英文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那民众来了解 可爱的小绿人 其实是由七个不同图案组成 并且利用人眼视觉战流的特性 产生走动或是快跑的动画 借以提醒过马路的行人 同时也是代表对行人的尊重 小绿人其实他是 民众看到小绿人是一个 由慢慢走 然后变成会跑 那其实他的背后是七个小绿人组成 那用视觉战流的一个方式 让民众看到他是 其实用慢慢走变成跑的方式 目前除了台湾以外 在日本 德国 美国 还有大陆等国家 也都陆续引进 交通局也在小绿人的诞生地 松之路 松手路口 设置了中英文的双语告示牌 让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也让大家见识 小绿人可是货真价实的 Made in Taiwan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 中英文的双语告示牌